你好 是师父吗 是啊,我是师父啊 师父 啊 师父 讲啊,你在叫魂啊 对不起师父 啊 对不起 啊,讲吧 对不起,我1976年的龙 1976年的龙啊 嗯 我,我读出师庭了 哎呦 那同学梦当初 哎呦 那个 哎呦 师父姐梦说 五马分师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做错了 麻烦了,你麻烦了 你真的出大事了 你自己老实说 有没有练过财啊 没有 没有啊 啊 有没有动过脑筋 有没有感情上玩过游戏啊 没有,师父 没有啊 你是很好的 很好的要五马分师的 不是,不是,我做错了 是这样子 就是,我不知道好不好说 那我就许一个愿 那就是说,只要我活着 然后我就 只要我活着一天 我就会努力的去做 就前段时间呢 就 各种各样的原因 就没有以前那么努力了 我在想 是不是这个事情 你吹什么牛啊 哼 对不起,师父 我告诉你 天上一条很大的龙 就像那些广东人 五龙五四那种龙 眼睛这么大 现在盯着你了 那我现在 你就完了 我告诉你 哼 怎么办 因为你可能是过去是天上下来的护法 你自己许愿下来的 现在五马分师的话 讲都不要讲 两种情况会这样 一个 恋财 你自己要想的 第二个 感情上 包括对爸爸妈妈 包括对男女问题上 尤其是男女 瘫痪 作乐 太过分了 马上再走 嗯 听得懂吗 我对父母不够孝顺 好嘞 好嘞 对不起师父 我告诉你 我挺装父母 不是不够孝顺 你一定 你一定犯了这种大戒了 因为对父母亲不孝的话 过分的话 会有这种大惩罚的 万事孝为先 万恶淫为首 你想想看 就这两个事情 你自己 所以五马分师的话 你完了 你要是拉下去 五马分师 我告诉你痛起来 跟人间一样的痛 我不骗你的 师父 我错了 这个就是前段时间的 就我搬家以后呢 我家里就二十四小时 再放大悲咒 就有时候呢 就晚上那些事情 也没有关 也没有关系呢 有关系啊 如果你放着大悲咒 做那些事情 总是不好啊 好错了 你叫菩萨来看你做初生事啊 你讲给我听啊 对不起 对不起 自己知道就好了 对不起 我告诉你 夫妻都不行 对不起 对不起 夫妻都是暗淡的 你这种事情 你这个垃圾 你不能 你要是真的要夫妻 做这种事情 你至少要去干净一点 把那个大悲咒关掉吧 这个 对不起 我错了 肮脏了吧 你这个 哎 你们这些人怎么什么都不懂的了 这些都不懂啊 哎 哎 哎 这个是一个 还有自己看看 钱财上有什么问题 你现在要念 我看你至少要念 啊 三百遍 礼佛 嗯 三百遍礼佛 好好忏悔吧 我许了八百遍礼佛 一百零八三小房子 啊 敢观念吧 怎么会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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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 我告诉你 吴马芬斯的话 实际上 这是违反天律 说明你在天上 可能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护法神 你到了人家来贪图享乐 玩 玩这种事情 那肯定他要叫你天上惩罚的 明白了吗 是的 师父是这样子的 就是 刚才有同事在这里 我不敢讲 是这样 就是 刚才师父给我机会 然后 做事情忙 我当时 我就许了 跟葡萄说 我就告诉妈妈 给我那么好的机会 我好好就 只要我活着一天 我都会好好的努力的去做事情 结果就欠了时间搬家呀 各种各样的问题 然后没有以前那么努力了 我在想这个应该是很大的问题 对不起 做错了 哼 你嘴巴里讲这些问题的话 说明你已经心里已经 携带了一塌糊涂了 你已经有犯罪感了 我告诉你 是 你去看啊 前段时间我 上天跟菩萨妈妈说 自己话的时候 我都感觉心里面发虚 我说我这么多人感觉心里面发虚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你前一阵子在菩萨这里许愿的时候 菩萨一定成愿了你 很多的成全了你很多事情 把你什么看好了 家里好了 你现在在骗菩萨 你听得懂了吗 对不起 我错了 我改 我改 我这时候要时间了 我改师傅 好了好了 没时间给你了 自己好好努力了 敢不就好好念经了 爸爸给你佛 一百里帮他开房子够吗 够了 那我的粮子会不会掉下来呀 我好怕 我错了 对不起 你什么 什么掉下 莲花 不知道 像你这种人 无马蜂丝的话 还莲花 你赶快给我好好的弄了 以后再说了 对不起师父 这没出息了 我看看你们结了婚了 夫妻两个人 还搞来搞去 真的不 对不起 看过电视剧吗 看过电视纪录片吗 动物世界 你看看好了 菩萨看我们 就像我们看电视 动物世界一样的 交配 你看看看 他丢死人的 让菩萨来 让菩萨来 看你们丢脸 天天还要跟菩萨讲 我是菩萨 我学菩萨 没学促成就蛮好的 好了好了 对不起 我改毛病了 就不算原谅 好的 好了好了 先师父改了又不算原谅 我吃了 改毛病 改毛病 我的月上自己背 好了好了 改了就好了 好了好了 再见再见 好好的 改了师父 改了吃 我改了吃 我改了 你看人多苦啊 人的毛病就是改不了 好 哎 一会儿激动 一会儿忘记 哎 这就是人哪 你好 好